在安野秀明最新拍攝的新假面騎士之前 早在劇情18年 東映就曾經憑著一己之力 使用自家劇組班底 以微博的預算重置過初代假面騎士 那就是2005年的電影 假面騎士The First 當時東映決定替電影加一點原作TV版劇情 再加一點十字聲張太郎的漫畫元素 然後再加一點錦上民宿 啊啊啊啊太多了 更正是很多的錦上民宿 Yokoso 我是匹配跆拳 說到錦上民宿各種代表作 特別喜歡讓筆下角色在不知道對方真實身份的情況下 以各種誤會作為契機推動劇情 感情戲也一定要多人多交 一對一的純愛是滿足不了名貴的 本次作為成人像作品的The First 景上民宿當然毫不猶豫塞爆自己的招牌特色 這一版的本鄉猛被塑造成不善延遲 個性老實的學術研究者 在城南大學裡主要研究水的結晶 說到城南大學 這所大學在特色作品裡出現的次數相當頻繁 培育出不計其數的英雄 歷代校友包含原作的假面騎士一號本鄉猛 B3 風劍智狼 Stronger 陳茂 假面騎士曾 風技曾 Kuga 五代雄介 隔壁棚的超力霸王蓋雅 高三我夢 甚至是令所有對方都聞風上懶的瘋狂假面 色誠狂介 在真人電影第二集也是城南大學的學生 貴校可以說是人才輩出啊 本次飾演本鄉猛的演員黃酸田雅齋 當時的舊一名為黃酸田將野 在演出The First 後 依然時常在特色作品裡活躍 例如騎士龍戰隊的Master Red 超力霸王Dekker的防衛隊隊長 很可惜沒有變身 目前距離三大特色都能變身的成就 僅差超力霸王 在本鄉猛接受雜誌記者 濾穿明日香的採訪後 對明日香產生好感 但無奈對方已經有未婚夫 只好將自己的心情藏在心中 在感嘆戀情無望 下班回家時 受到一大群黑衣人盛大拍手歡迎 恭喜他被神聖的修卡選上 本鄉猛在平成世代一樣躲不過 被修卡嚇到原地傻眼的命運 直到帶頭的那位突然cosplay成蝙蝠 本鄉才回過神 發現自己遇到怪人必須趕快跑離 但已經來不及了 最後還是遭到蝙蝠改造人綁架帶回 直接被發光全裸強制改造 平成世代的一號就是在如此不堪的情況下誕生 飾演蝙蝠改造人的演員金田寬志 曾經在假面騎士隆起 演出與城戶真師交情很好的OLED Journal老闆 這次修卡終於記得洗腦本鄉猛 讓一號作為提借木偶去坐進骯髒室 並獲得組織高層相當高的評價 中間這位披著披風的幹部 官方資料只稱作老生士 與原作初代假面騎士裡的死神博士相貌相同 由於當年拍攝時死神博士的演員已經過世 因此The First使用原始演員的影像進行後製 讓演員以數位演出的方式登場 台詞的部分則是另外聘請生幼錄製 但負責身演的完三永二也於2015年過世 另外左右兩側與老生士穿衣風格格格格不入的幹部 官方圖鑑也只命名男性與女性 在原作沒有明顯對應的角色 中映的幕後資料也交代不清 安排這兩個角色的用意直到現在都是個名 在一次行動中 本家猛搭檔蜘蛛改造人去暗殺特定目標 情兄的當下正好被來找新聞的明日香 與她的未婚夫刻驗發現 依照修卡的方針 只要目睹過修卡相關事物的人都必須抹殺 本來以為完工可以回家吸洗碎的蜘蛛 只好加班了 明日香首先預期婚訣 她的未婚夫刻驗看到怪人後 就扔下未婚妻道跑了 官方形容客驗是個平常看似冷靜 但遇上怪人卻顯露出膽小個性的角色 客驗跑沒多久就被一號攔截 在即將被滅口之際 突然下起雪來 本鄉看到天空飄下的雪花 想起自己的研究 就脫離洗腦了 蛤 修卡真的要好好檢討自家的洗腦氣質 官方僅有補充說明 因為改造後勢力增強 所以可以看得到雪花的結晶 然後就沒其他補充了 即便即時醒悟 無奈客驗還是慘遭蜘蛛改造人毒手 雖然感到遺憾 但第一件事還是現在命案現場換回便服 蛤 下場就是被醒來的明日香募集 因此被誤認為殺害未婚夫的窮手 照本作設定 修卡改造人都必須定期換血 否則身體將會產生嚴重不良反應 最終導致死亡 所以背叛修卡的改造人 就算放著不管也會自取滅亡 但本香猛卻意外的不需要換血 也可以活蹦亂跳 被認為是完全成功的改造人案例 回歸自我的本香 試圖像沒事一樣回歸日常生活 但卻出現無法控制力道的問題 另一方面懷恨在心的明日香 決心要找到殺害未婚夫的證據 對本香窮追猛打 再一次更劍中 意外壯健的本香為了救快被卡車撞上的小女孩 失利過猛 一手擋下卡車 不只造成小女孩因為呼吸困難而昏迷 還造成嚴重的交通事故 後方的駕駛看來必死無疑的 除了死不瞑目還被閃滿流程 目睹一切經過的明日香 立刻拿出單眼蒙拍 不是後面那台小客車看起來很危機啊 不先叫個救護車嗎 實在搞出這麼嚴重的意外 但除了被明日香寫成八卦報導外 並沒有任何人關係 讓人非常懷疑The First世界是不是沒有警察 直到這裡可以說是 初代假面騎士第一話的改編 只是父親玉川洪教授的位置 被替換成未婚夫科研 陷入低潮時 本鄉在立花老爹的開導下恢復冷靜 並下定決心以騎士的身份戰鬥 同時立花老爹也將一號的專屬機車 旋風一號送給本鄉 當然天下沒有白色午餐 這是一台填滿各種置物性行銷的旋風一號 就假面騎士的歷史觀之 無論是過去1971年的原作 或是新假面騎士的旋風一號 車身都非常乾淨 沒有任何廣告商標 另外根據官方記載 雖然時間點與原憂不明 但立花老爹也將旋風二號拖付給一文字准人 不知為何旋風二號的車身廣告卻比一號還要少 原作的立花老爹飾演者小林昭二已於1996年過世 這一版的立花老爹便請來在1973年 飾演V3封建智堂的宮內洋演出 畫面轉到明日香半路被真身為 蜘蛛改造人的計程車司機攔截 雖然全身套裝都是丟在副駕駛座 但只要被修卡改造過 換衣的速度都比Decaddle的響鬼世界還要快 一瞬間就可以著裝完畢 蜘蛛改造人的Cosplay服裝 不知為何頭上只有六隻腳 正常的蜘蛛不是八隻腳嗎 敢也秀明可能也意識到這一點 所以新假面騎士的蜘蛛強化人面罩 紫色蜘蛛腳的辨紙也確定總共有八條 無論在任何作品裡的蜘蛛怪人 終究只能作為彰顯假面騎士一號強大的犧牲品 在帶領一群戰鬥員上演飛車追逐後 無懸念遭到一號擊敗 就此退場 飾演蜘蛛改造人的演員版尾創入 在2014年的《平成對昭和騎士大戰劇場版》 成功升格演出大反派假面騎士15 擁有使用歷代平成騎士裝甲的能力 就是這個角色讓平成20多年的死亡地位顯得非常尷尬 明日香雖然又再次被蜘蛛一撲就暈 但隱約發現是蝗蟲假面難救了他 而一號也在戰鬥結束後將明日香帶離現場 把人放在公園長椅上是要做什麼 快帶去醫院啊 由於擔心明日香會再次遭到休卡襲擊 這次換本鄉主動接近明日香 不但跑到明日香公司外站崗 連明日香外出逛街都不分日夜全程緊跟 原本跟兼本鄉的明日香 如今反被本鄉跟蹤 這讓明日香相當不爽 此時跟未婚夫課宴長相一模一樣 卻是不同人的異文智准人出現了 演員高野八成在這部電影同時演出 未婚夫課宴以及假面騎士二號異文智准人 兩個角色 除此之外他過往的特色經驗非常豐富 最知名的角色是操立霸王阿古魯 以及假面騎士萊雅 目前也已經聽牌三大特色都能變神 只剩戰隊系列極可圓夢 作為休卡黃蟲改造人二號的異文智准人 本次休卡為了消滅一號而製作 但異文智卻看上明日香主動搭訕 還利用蝙蝠怪人的來襲來幫自己刷滿好感度 當休卡來心思問罪 異文智還開出條件 想要明日香作為達到一號的獎勵 自家改造人還會跟高層討價還價 似乎是洗腦沒有洗乾淨 古然只要是黃蟲改造人就肚定會叛離組織 現在許多邪惡組織甚至還嚴厲禁止研發黃蟲改造人 以為二號是最初救了自己的騎士 明日香與異文智的感情直見升溫 還一起去搭摩天輪 我們加一個愛的錢的摩天輪 我們把摩隊友跟摩天輪結合起來 上出去一個小時做你愛做的事情 在後面偷看的本鄉各種層面上都非常悠心 直到一次一號與二號的集戰中 兩人雙裝曝露燈身 明日香才恍然大悟 原來那時舍命與蜘蛛戰鬥的才是本鄉謀 愛情的直爭直接對本鄉來個髮夾彎 以前的猜忌憎恨動靜煙消云散 兩人還一起在海灘開心玩水 未婚夫都還屍骨未寒 就連續跟兩個來歷不明的假面男子搞曖昧 果然是大人世界的愛情 覺得明日香與三位男人的愛恨糾葛不夠看嗎 名鬼還加碼寫出眼鏡蛇改造人 與蛇改造人的青春故事 故事是一對患有絕症 但互相成為對方心靈之助的小情侣 為了活下去陪伴對方而接受修卡改造手術 對比主角們的多人感情大亂鬥 是強烈反她的純愛物語 但這段故事跟主線幾乎沒有交集 其實整段刪掉對於電影去處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對於二號遲遲無法擊倒一號感到煩躁 修卡便將二號也定調為叛徒 派出改造人情侶肅清一文字 同時也決定更改滅口明日香的計劃 打算將明日香改造成修卡改造人 至於中間的決策考量轉變 名鬼就全都含糊待過了 一文字准人索性正式決裂修卡 與本鄉開著不知道哪裡都來的船 直接殺到修卡的實驗室教導 已經預計將會是一場苦戰 一文字再三跟本鄉確認 -你死了嗎? -我為了女人 結果實際開戰被修卡圍剿時 第一個臨陣脫逃的就是二號 徒流一號一人遭到圍毆 另一方面明日香的改造手術即將開始 時間所剩無幾 欸原來改造手術是可以穿衣服的嗎 修卡之前只是想看本鄉裸體才脫光她的嗎 也許是想跟開頭看到修卡就跑了課宴對照 最後一文字良心發現重回戰場 戰況立刻逆轉 蝙蝠吃了雙重騎士梯爆炸身亡 改造人情侶也分別陸續暫時 清純的蠢愛就被大人們的多角糾葛徹底摧毀了 持續島上所有改造人的修卡不堪一擊 一號毫無阻力就知道黃龍 英雄就沒成功 當一文字看到本鄉搶先救出明日香 認為自己輸了 並主動退出多角關係 把二號頭盔留在原地就先離開了 不是你當初跟本鄉一起搭船來的 你先走了本鄉要怎麼回去 難怪最後結局一號職人 茫然的抱著明日香在海邊遊蕩 雖然The First首映只有20件戲院上映 但似乎還是替Done賺到不少收入 續集假命騎士的NEX就此誕生 跟蹤女高中生的一號 花著不知道哪裡來的前包藏酒店的二號 沉添掛在豪宅裡喝酒的VG 以及一人扛下所有修卡業務被逼到封掉的改造社處 串起所有角色的竟然是駭人的都市傳說 下一集風格奏變 恐怖的假命騎士The Next